好了,Encore環節 多謝大家 我看到你們在通訊區有留言 真的叫Encore 所以原本兩位師傅想要離開了 我拔回他們,多虧假 不過,真的 這個環節就是我自己 為何要故意這樣做 我希望一晚一個多小時的直播 我真的未必能夠幫到大家 特別是我這麽屁股 我這麽屁股,希望大家要支持 但我希望有這個環節 給我一個小小的休息 我本人去看到一些 如果很有需要 要去幫忙 請師傅給多一些意見給你們的時候 我自己希望有這個環節 可以做到少少的事情 第一個 我收了出來的就是Jules Yip 他是男性 他是1947年3月4日 我覺得很有需要去問 第一,他的年紀 第二,他問健康 在健康面前,你們的愛情、求財 所以我特意請兩位師傅去看一看 1947年3月4日,是男命 他問健康 是的,稍後便起了出來 因為他的年紀 現在是69歲的環節 他本身是藥水 藥水,我們第一個用神一定要金 然後是水,然後是土 寄神就是木和火 他69歲的環節 就是月未運 未是土 對他們來說就不太好 因為其實他應該要有金 上一個環,他會覺得他沒有問題 59歲的環,正在走新的環 49歲的環,正在走新的環 49歲的環,正在走新的環 但一納入了9歲的環 其實他應該會感覺到 跟之前一個環有很大的分別 尤其是明年是因為貴卯 他的環的環的環是一個丁 貴丁衝,就會衝他的火 那這個火是指什麼呢? 尤其是這個丁火 就是指心臟 我們常常說的神經線 小心心臟病,小心會中風 這一類的 因為貴丁 這個丁就是一個蠟燭 你想想如果一個火 噗息的蠟燭會怎樣呢? 所以他健康上 他真的要去留意一下 自己的心血管的問題 要滋陰補神 要滋陰補神 他有一個火 他的八字就太燥 是 還有Mac 你是 你真的有些靈感 是的 因為我覺得他今年的老苦年 也不太好 因為他是寂木 今年人是生火的 人人還要加一個蠟燭的 所以今年也要捱到現在 就是如果今年沒有什麼大病 就已經算是 你管理得很好 所以就是 但是接下來的那一年 雖然沒有今年那麼兇險 但是還是要小心心臟 血液循環 血壓 這方面的東西 尤其是肝是要小心 因為不適合喝酒 這些 因為他的木很強 嗯 所以就是 就是 最重要的是 滋陰補神 就是 我們吃多些 就是 補充水分的東西 因為八字很燥熱 哦 OK 那 希望 JuiceYip 可以 你 得到這個資訊 健康 希望你可以好些 然後 就輪到第二個 第二位 那就是 男士來的 Shirley的問題 那就是 幫他兒子問 男士 2003年 那 香港出生了 我相信 有一個 羊來的 桂味 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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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醜 飲室 飲室 時間不知道 時間知道 下午1點18分 1點18分 1點18分 就是未適合 好 幾根深入 歸美 現在 他指 兒子正在唸大學的數學和統計 如果做數學老師對不對呢 還有 他請教 還有他請教,他兒子的八字是有三型的 是,醜醜味 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還有,他兒子的起用是否金木? 我發覺焦點視頻的觀眾真的很厲害 為甚麼不是水呢? 他這樣問,起用是否金木嗎? Shirley先說一聲,始終時間關係 甚麼大運要注意呢? 這些就不回答你了,真是太詳盡了 但總之這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是做數學老師,對嗎? 第二是三型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 剛才起用究竟是甚麼呢? 都已經回答你了 第二是十二十九到數即是十一、十二日 四歲即是四歲起雲 四歲即是二十歲 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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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運是好運 因為他是藥的木 是 要水的 其實是 要水、要木、要金 做數學老師是否正確呢? 他現在是行好運 行金運 這兩年都是好運 因為是水、要木 因為他叫水、要木 他就是… 數學老師 那方面是適合他 上面是三個水 水、水、水、水 水、水是印 印就是學問修養 即是他的型格都像是學術性的人 學術性就騎著那麼多素 騎著那麼多才 你說數學老師是對的 為甚麼他不去做生意呢? 因為他五行欠火 是啊 如果他的八字有火 他就不是數學老師那麼簡單 他就去賺錢 哦 但因為他沒有火 他會教 我就認識經濟學教授錢 因為八字有很多才 但是沒有火去生財 即是沒有食神去生財 所以就在大學教經濟 聽到沒有? 教授 他的八字就是藥的木 藥的木要水 其實手要不是金 藥的木要水 要吃多些滋陰補腎的東西 藥木是頸骨 所以這方面 健康 背脊、頸骨 那方面 就要小心一點 那他問三營怎樣去解決 解決 他現在行金運 那三營就不大影響 但是他下一個運 下一個運 就要做多一個羊出來 會引發起三營的問題 所以下一個運 那隻羊 他就要帶一隻馬去減輕三營 即是二十四歲的運 要帶十年 哦 OK 還有這個肚子的問題 就是小心細胞 其實那隻馬有甚麼質地呢? 我們傳統就用玉 哦 玉石 你們說用金那些都沒問題 不過傳統我們習慣用 傳統就好一點 OK 希望可以幫到Shirley的兒子 加油 要努力 好 接著之後 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就是我本人抽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有需要去幫他問一問 他就是貴卯年 六十歲 六十歲 任衰月 無生日 六三年 無生日 無時辰 男人 男還是女 女生 女生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這個我覺得需要 即是十一月一日 解答他 丈夫被小三糾纏多年 請問丈夫會否回頭呢? 這個就是女生 女生就是七歲 所以請教兩位師傅 這個就是六十歲嗎? 這個就是六十歲嗎? 六十歲 即是明年六十歲 就是這位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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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說了一句 大家記得按讚這個直播 然後分享出去給周邊的朋友 五十歲 未訂閱的訂閱 讚好的讚好 最重要是南面 我們這部分的環節 是 焦點視頻 第一次試的Encore環節 我覺得反應不錯 希望可以 有一個小小的環節 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五十七就沒有找 現在說不用這個 這個不行 但是他 他小三的問題是 今年 他糾纏多年 對 因為今年是衝 今年他人心衝 衝過褲仔工 他這個問題通常是 因為他接下來 現在是霧神 現在又有個霧 六十七歲 痕幾字 又有小三 對 還大 如果你說 照看他的八字來看 他 是熟肚 現在他五十七 六十七都行土運 土運 就變成有第三者 因為土 見土 就是競爭 是 尤其是 遇到幾土 譬如說 如果他說 2019 將會還在 2019 就被人 有個第三者 搶走 請教師傅 他剛剛再補充多一點資料 就是他害時出生 是 是 害時 是 所以 都是藥的土 他都是 真的要火 那就是 是 喝鬼 甲 丙丁 用幾根 身有 飲出 龜海 是 所以 你說 會不會 如果他 他的丈夫 回到 回來 照看他的八字 機會 就不太大 是 當然 你要詳細看 看他丈夫的八字 還有 我們這些事情 就是 要問一問卜 那就比較肯定一些 但是我純粹看他個人的八字 就是 在 接下來這兩個運 他丈夫回來的機會不大 嗯 始終 比小三糾纏多年 是不是 多年 還要多年 哦 即是 那他還未曾離婚 即是他這樣說 那他有沒有說過 是 因為他今年是人生充 所以他今年就有個危機在這 哦 因為他的身體是夫妻公 那夫妻公今年是充型 所以如果他未離婚 他可能他今年就要忍一忍 因為就是最好過了今年 才再看形勢是怎樣 了解 好了 那今天這一個 的Encore環節 我本人我有少少破了破戒 是 因為這個問題 我也很想回答他 是 就是把這個最後一個機會 就是最後這條問題 就是這個女士來的 林小姐 林小姐 就是1965年 65年屬社的 對 10月29日 10月29日 炳神 開事 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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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炳述穴 炳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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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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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霧述己害 對 那 林小姐 就排韻 她是有心臟衰竭 和心漏症 所以她就想問問一下健康 不知道今天大家喜不喜歡這個Encore環節 希望可以每次 其實我都說 請師傅上來的時候 未必可以完全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環節 有一個機會 去抽一些 如果可以 給她多一些意見 幫到她的一些 幫到這些觀眾 不是 三歲起運 都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環節 三歲起運 因為我覺得 現時坊間 我自己看的 比較少這樣的做法 這是藥果 同時我們都在研究 例如 再之後的時間 可能是2023年 我們會 將這個直播很普遍地做 可能每個星期都會做一次 但究竟是 星期一、二、三、四、五 到底是何時呢 大家可以 給你一些意見 35加23 4 50 57 57 現在正在行神運 水運 再重複一次 靈小姐 神神自營 她是有心臟衰竭、心流症 對 她本身就是弱火 她的八字 她正在行運 任神運 又會重蝕她的火 神神自營 火就更加弱 她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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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年也算是對她有幫助 今年 但是 今年的人 老虎 其實是幫到她的火 但是明年 那個木 兔子 就是 幫助火的力量 弱了 所以她也是要補氣血 因為她始終是火 弱 弱火 被肚子虧了火氣 對 所以 也是 氣血不夠 對 對 氣血不夠 氣血不夠 即是 真的要過了這個 到蛇年才要 2025 再會更好 因為接下來 2024年也是肚 肚子 肚子也不會消耗火 所以要注重補氣 補血 對 補氣補血的東西 對 對 令小姐 希望你聽到兩位師傅的一些資訊 意見 我想很難現在這一刻 就說 你怎樣 放些什麼 放些蜜 向東咸 向南咸 當然要看風水 很難 但是 健康 既然你問健康 看多些資訊給你 我想 各方面不同的 你也要自己注意一下 那些什麼 養生健康 打坐 你自己來 涉獵一下 好 今天 已經累了 我已經過半小時了 多謝盧行立師傅 多謝 也多謝 莫瑞師傅 上來 和我們 很快 這個半小時 也做了一個 結束環節 希望下次有機會 如果又可以請到兩位上來 解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非常之好 其實今天很開心 是破了我們這個台的收視紀錄 是嗎 今天有三百多個觀眾 同時在先 好嗎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謝謝 拜拜